你為什麼要不要 機車汽車狹路相逢 誰也不讓誰直接在路口吵了起來 火氣越來越大 最後爆發口角重突 駕駛拿出鐵棍朝機車騎士的頭部砸下去 對方被他打到幾乎跌坐在地 全被民眾拍下 汽車就忽然衝出來 機車就嚇到趕快先按個喇叭警示一下 因為他喇叭可能有改裝 真的很大事 彰化和妹張新路二斷一處巷口前 機車與汽車剛好交會互換喇叭 二三最騎士氣不過跟對方理論 駕駛比他更兇 從車上拿出鐵棍當武器 兩個人都受傷見血 汽車的有拿一個類似甩棍之類的 甩棍啊 汽車好像也從支付箱拿一個東西出來 召方都已經提出傷害高速 全案都已經受理完畢 行車就紛不好好溝通 把馬路當格鬥場嚇壞路過民眾 即便警察來了 兩個人依舊沒氣消 現在互告傷害準備對不公堂 記者 陳宋華消防理員節 章話報導 我是哈遠儀 不用說故事寫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爭議的拿證據說 被掩蓋的挖出來說 非主流觀點我有勇氣說 用心說好2300萬人的故事 我是哈遠儀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